我們今天要介紹十個 來日本會嚇一跳的事情 我們來看看吧 啊 又不能丟 大家知道日本路上很少垃圾桶嗎 難怪我真的早半天找不到 路子好餓喔 最近都沒有便宜商店 沒有便宜商店沒關係 我帶來室友販賣熱食的自動販賣機 來喔 除了熟食販賣機以外 日本還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販賣機 剛說呢 連賣鹽 也有賣冰淇淋 還有扭蛋 還有豪華商品的千元抽獎販賣機 欸 你明明就點拉麵套餐 為什麼有飯 日本拉麵配飯很常常跟他玩膠子配飯 好 很累 因為日本人生活步調很快 所以走路也跟著快喔 原來如此啊 欸 我手機沒電了 你借我 喔 好 白癡喔 吃香蕉咧 看什麼東西 看東京走得巧的影片啊 你給我看影片 你知道日本人網路是有限制流量的嗎 薯條 欸 番茄醬呢 日本人們是不會主動給你番茄醬的 謝謝大家索取喔 欸 好客喔 幫我買個水好不好 喔 好啊 喔 可以啦 欸 幹嘛把我兩百萬撕掉啊 在日本收據是不能對講的喔 欸 我媽說移動迷宮山電影很好看 真的假的 那我們去看吧 好啊 走吧 走吧 欸 你們沒有移動迷宮山啊 蛤 沒有移動迷宮 對啊 所以在這裡吃爆米花了 在日本的好萊塢電影貌都比台灣還慢喔 比方說移動迷宮 日本六月才會上映喔 來 水です 啊 我不想喝冰水喔 那個來 店家不管在夏天跟冬天的時候都會提供冰水 如果要溫水的話就補原藥喔 耶 我要來逛街了 為什麼店都關了 連元素的店都沒有開 真的什麼店都關了 日本很多商店大概八點左右就紛紛歇業囉 以上就是十個 來日本會嚇一跳的事情 這些都是我個人的親身體驗喔 如果你有更有趣的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請在我們的Facebook社會搶先看喔 我是鮑勃 主人 我是Cole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